每高英文课要想拿A 一定要去读懂这几本书 在美国呢 高中的英文课通常都是去读一本名著 然后去写读诺感 这样的一个上课形式 如果孩子经有过一些名著的积累 他是能够更好地去拿分的 所以我推荐大家去读这五本书 第一本书杀死一只只根鸟 第二本书银王 第三本 了不起的盖茨笔 第四本 动物庄园 第五本 人鼠之间 这五本书都是经典著作 也是美国九十年级的必读书目之一 因此你能够提前读完这五本书的话 对你的英语课成绩是非常有帮助的